手樓菜 它必須很耗時間去做 對老師傅來講 它不只在教菜 它其實只在教一些 它過去的 它知道的文化 把以前那種 已經失傳 從來個這樣的一個菜式 把它保留下來 我們就可以吃到 台灣的文化跟風土 這樓菜有什麼要注意的 它講的台菜怎麼跟我現在 學的台菜什麼都不一樣 所有的嘗試跟認識 要重新再來 我們的環境其實是受到 很大的很大的一個影響 未來可以做一個 無肉料理的餐廳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廚師 往蔬食的方向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態度 真正的執行者就是我們 你以後餐桌上面 這一些品項的人都會消失 早期我剛進入這個餐飲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台灣的台菜餐廳 其實就像我們現在 海山大 他就是去前面點個菜點一點 那師傅幫你炒出來 所以我的認知是說 其實台菜當時的台菜 其實就是這樣的模式 那時候因為是經濟好 所以大家的老闆都想要賺錢 所以沒有人願意去做 比較複雜的這一些的台菜 那時候是平凡做力 大家來就是點點吃一吃 就是要趕快走 走完去做下一步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是 學的東西大部分都學 比較熱炒東西的比較多 對 反而手工的東西比較少 那時候中研院有做一系列的研究 就是說二零年代到五零年代 那個時候非常精彩的宴席菜 然後我們就從那個史料裡面 找到很多當時的菜 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最後又找到一些 就是當時酒樓裡的小師傅 現在可能八九十歲了 然後我們再拿那個菜餐 去問他一道一道菜 用什麼樣的食材怎麼做的 然後用他們的口述歷史 把它做成真的食物 然後用的是台灣在地原生的品種 然後用永續的方式養殖的 所以我們覺得把這兩件事情 結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吃到台灣的文化跟風土 然後我們就做了這個山海樓 我們就在一起 一起去重新那裡 好 我們請到最後一道菜餐 我們請到美國的債務 我們要做的 我們請到這兩種菜餐 還等到嗎 可以 好 這個 我可以 好 日本国宝的菜团 喔 这样 喔 这样 这是什么 这是他们董事务的菜团 菜团 这部就是 芳南国的模型 他们去这个厨 跟我们总统府同样模型 我看这个菜团的介绍很多 对 明兰菜后做这行鸡 有 卦如烧鸡 有 这楼菜有什么要注意的 鸡跟鸡就做几十行 几十块的变化 刚才鸡是很好吃 所以鸡的平静有关就对了 平静有的 刚才我们用的鸡都是淡水 淡水是什么 淡水是什么 淡水那时候吃植栓咫 就叩蜡 对老师父来讲 他不只在教菜 他实在教一些 他過去的他知道的文化 他講的台菜什麼跟我現在學的台菜什麼都不一樣 所以閩南菜也有燒豬喔 燒豬就是那種 廣東的燒豬跟閩南不一樣 料理不一樣 炒是炒的 這些炒的焙 炒焙喔 焙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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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焙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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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現在會說是秋樓餐 他必須很耗時間去做 這個是現在餐館所沒辦法複製的 現在的餐館講求的是評效 你一評要做多少生意 規定好好的 所以工時越少越好 材料越便宜越好 然後創造的效益越大越好 那這些技法到後來 因為面臨餐館的演變 所以這些東西消失了 那消失了以後 我們就找不到可以講當時歷史的人 很偶然我們就發現 洪德興是這樣其中一個 碩果僅存 因為他學徒的時代 就是蓬萊閣最後那幾年 所以他曾經接觸過 在蓬萊閣那些老師傅 所以他可以把以前那種 已經失傳的 因為蓬萊閣這樣的一個 他一直把它保留下來 其實台灣料理一旦消失了 其實就是台灣歷史文化 鍛鍊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危機 每一年的4月22日 就是地球日 今年我們就先來做一個 所有的餐廳 都做無肉料理的這件事情 所以要做到全素 還是蒜頭 牛奶都可以 淡奶素 因為如果是一個set的話 這樣 如果是全素的時候 會蠻難執行的 感覺那個 菜的那個生味要讓它 落去 好像那個 我覺得很多東西是自然 如果它所有的東西都沒味道 你說我不要有蔬菜味 那就沒個性了 我覺得是有個性 但吃起來又要好吃 我們的環境其實是受到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影響 如果我們不去重視這個環境議題的話 其實這個地球不會更好 開蔬食菜單 對我們來講其實是簡單的 但是如何在地球日 然後要開出又不同的有亮點 這個就要思考了 當然一定會有一些壓力 那還是一樣 就是到最後 我們還是要把東西給做出來 以前都會覺得說要跟世界要有接軌 所以我們會一直在邀請這些國際的廚師過來 我們希望我們的餐飲一直在走在前面 阿蘭帕薩帶動了整個的蔬食的改變 歐洲蔬食的改變 以前我也跟它一樣 都很多每一道都會有肉類 那看到它從大概是在1998年左右 它就開始把它的菜大概70%都變成蔬食 後來其實是影響蠻多人的 13年的時候我們也邀請過 全球很知名的一個蔬食之神 阿蘭帕薩來我們餐廳做客座 其實有一個因子已經 就是一直在我的心裡了 其實我還蠻想要做說未來 未來可能可以做一個 也只是無肉料理的餐廳 當然我跟它合作之後 我也在我的菜單裡 雖然我沒有像它這麼大的一個動作 百分之七十都是蔬菜 但是我們會 我也設計了一個大地師書 然後也在我的菜單裡面 漸漸的漸漸的 就是蔬菜的比例佔比就讓它高 我覺得適切是我們對待自己或對待這個環境一個很重要的態度 廚師來說的話 它更是身負這樣子的重任 因為它可能帶領著我們去認識所有的食物 我覺得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餐廳 或者是有廚師往蔬食的方向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態度 因為我有問過一些廚師 他們告訴我說 在他們的廚藝的經驗裡面 如果把葷食都拿掉的話 他們幾乎就是一張白紙 所以對他們來說這件事情格外顯得困難 因此我覺得 目前開始重新去推出這些蔬食的餐廳來說 某種程度都是原創性很高的 這個時候的蔬食它還停留在一個 當作零組件的狀態當中 就是你只知道要用它 可是不知道怎麼樣把它用到最好 你看看 香菜 找香菜 直接拔起來 蔬菜裡面找菜 好 這樣菜應該可以 其實友善土地或有機這個區塊的成長 我覺得還有很大很大的空間 我最擔心的就是 小農 因為它的經濟規模不夠大 然後年輕人回來接自己家業 它的生產量 它沒有變成磅大的話 其實回來 它並沒有更好的收入 我們在推小農 但是 我都希望它真的會變成 有一天都變成大農 你看看那麵條 6分半的就好了 有滴瓜 你說麵條這裡有嗎 有 有 它付出的這一塊 一定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在這邊也是很 很感謝它 滿照顧我們的 它對待 像我 像我們的東西 在大廚裡 走不去 它會盡量幫我們收 它沒有說 我們是 不知道在生活 有時候 真的 怎麼說 在歌學給人家吃的 我是會體會到這一點 它為了照顧我們 它也是滿犧牲的 不要太高的期待 這樣也失望 有三更座 它可能就是沒有使用農藥 那有機的話是沒有農藥化肥 然後有另外更好的一種自然農法是草生栽培 它除了沒有農藥化肥之外 更進一步它可能沒有用肥 連肥都沒有 它就培養土壤的地利 當然這樣子的產出量會很少 那有時候 今年有可能整片原子都沒有了 然後全球的土壤如果都壞掉 就有沙漠化了 那真的是無咎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呼喊說 我們趕快做這件事情 讚喔 各種的蔬菜在一起 其實就跟我在公司做的那個 大地食蔬是一樣的 我覺得所有的東西把它拌在一起 它就自然就會平衡 然後美味 應該說素材如果好 我覺得 只要抓住它食材的特性 就可以做出好料理 這個是水果沙 這是水果沙 沙 sexual 沙剌ちょっと管好 可以 其實我也拿很多的品種給他看 我說拿黑羽雞 拿紅羽雞 拿什麼的品種好幾個 他都就是說這個跟他之前不太一樣 這你如果像紅的對不對 你怎麼對牠的牠的牠會漸漸騰 這就沒有了 這好一直要拚拚 這豆腥比較高 這像我們帶牠的牠過了 對啊 這很好拚 後來就是用荒棧古早雞 我就說師傅你為什麼選擇這樣的雞 他說你去看 你看這隻雞 你看牠的皮下組織是不是沒有油 那我沒有油 我說沒有油不是不香嗎 不是要有一點油才會香嗎 他說你現在的溫度這麼高 你進去烤那個皮下組織都超A大 你覺得那個皮會好吃嗎 我們在餐廳沒有在賣這個 這代表我們都是人客人的 因為這塊來不好吃 牠的生長慢 放我越來越少了 所以牠去餐廳比較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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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去餐廳比較不高 之前牠去餐廳 我們做的刮爐燒雞 現在做起來 那個形都很漂亮 現在煙的方式 跟我們烤魚的雞肉 那些其實 現在都可以了 方便不錯 我才發現原來牠是想要 那個雞的運動量夠 皮下組織不能有一層油在那邊 所以牠烤的時候 牠皮下組織牠跟肉會撐開 所以你才有辦法去騙那個皮下來 那個皮沒有膠味 因為皮下組織沒有油 所以牠才選擇那一隻雞 我說原來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也是在賽跑 因為老師不年紀有的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在看 能不能繼續傳承下來 多少的東西 其實對海鮮對我的印象 會比較深刻一點 因為我從小時候 就是可能桌面上 餐桌上面 就是海鮮 比什麼東西還要多 可能最主要是爺爺也是 就是說脫海狼 所以我們餐桌上面 就常常看到的一些魚 早期不覺得牠可能很貴 因為隨時都看得到 牠甚至是補到那個魚網 不能再收上來了 直接割掉 就是太多了 所以魚沒辦法再上船 差這麼多 差一差 幾乎都沒有魚養了就對了 這幾乎都沒有就對了 上海樓的海鮮的部分 大部分有百分之 差不多八九十都是重噴嚕的 像我們的 不管我們現在做的珍寶魚的魚 或是我們水族鄉的魚 我們要求我的魚 不要脫網 我就是一咬一乾掉的 我覺得說最主要這個海洋的生態 不管你以後 你如果說你一直在繼續用這些脫網 你大小隻都脫網 我覺得整個海洋的生態 會越來越少 那越來越少的時候 你以後的整個餐桌上面 可能這些的品牆 可能都會消失不見 哇 吃三碗 所以我覺得海洋的資源 真的跟 從我的印象中 到我現在 在跟澎湖這一些的 海鮮的 這一些的廠商 我覺得海洋的資源 真的缺乏 就是已經在慢慢維修了 這個很穩 好 讓你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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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 好 好 傳統的法國菜 有一道叫 羅西尼牛排 它的組成就是 牛肉 然後鴨缸 還有爽滷 那上面的鴨缸 我用了 炸涼麵包 加了一些葵花籽 然後我們自己調的 麻沙拉香料 然後加一些牛奶 然後讓它做成像鴨缸的造型 加一點點醬 然後我本身因為對意大利菜比較多的研究 所以我就用這個在地上的這些蔬菜 結合上一些意大利麵疙瘩 這個可以打盤了 這是用它的馬鈴薯下去做的一個 牛肉 然後搭配很豐富的食蔬 來做這一次地球日的主打餐點 這一次就是有做兩款麵包 那就是以植物蔬菜的類型來呈現 那有一款就是使用我們的花葉菜 那另外一款就是使用甜椒的部分 因為會選這兩樣蔬菜 是因為其實這兩樣蔬菜 在我們平常很容易取得 想要做的概念就是其實 我的想法是 大家都可以去拿得到 買得到的素食 那就是跟我們很日常的生活 能夠連結在一起 剛開始在做的時候 因為我們裡面有一道大地食蔬 所以我就想說 把檢師傅的大地食蔬 拿來到披薩上發揮 因為是現做的搖烤披薩 所以它還要經過 450度的高溫 快20樣的蔬菜 然後你要把它看怎麼烹調 每樣蔬菜的生熟度 就可能要去拿捏一下 一般民眾真的 在我們的媒體裡面 其實一直在強調 環境變遷 環境暖化的這個議題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真正的執行者就是我們 我覺得就是有意識的 也許我們一個禮拜 我們吃一天的蔬食 或者是有機的 有機的耕作的這些農作物 我覺得慢慢的 慢慢的讓它強化 那機少成多 因為我們台灣 畢竟真的只有 整個調查 我們只有一趴的 有機的食材 其實我們的空間 真的還蠻大的 歐美的比例 其實是大了我們很多 那個差距就是我們 可以成長的一個空間 食物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還是在於 世代的演變會改變 可是我覺得身為廚師 還是要以把關是說 我對於這些的食材 不管我們的機要門 如果有人去做這樣的事情 你的供應就不會有問題 那海洋的生態 這個是無法控的 那個就是要 大家去 就是盡一份心力 做這樣的事情 那到後面 我覺得20年真的不行 那就是慢慢 就像我們現在開始 自然的養殖生態 我覺得那個是 第二個首選 就是你野生的海洋生態 沒有 你最少有一個 自然的海洋生態 去循環 那我覺得最少 你這個東西 是人可控的時候 最少還有個東西可以吃 海灣其實講真的 市面寬寬 那海洋的資源 為什麼會越來越差 其實我覺得是 大家需要去探討的 晚安 回來 我們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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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待